我们今天来到了武汉 武汉市湖北省省会 位于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处 我们这次去武汉只逗留了一天半的时间 去之前以为武汉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城市 但是去了才发现 武汉真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市 我们低估了它的魅力 给它的时间太短了 我们在武汉住在长江边上 到了那天傍晚就去长江边来散步 来到长江边上那一刻 真的被眼前的美景所折服 武汉的长江夜景真是太漂亮了 江边有灯光秀 颜色绚丽多彩 美丽无比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场光影的盛夜 你看远处就是武汉长江大桥 在灯光的打扮下显得格外漂亮 晚上我们去了黄鹤楼 黄鹤楼在历史上被毁坏和重建多次 最近的一次重建是在1985年完成的 我个人不太喜欢太新的建筑所以就没有进去 是在远处拍了几张照片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来到了长江边上 有一些雾蒙蒙蒙的 非常安静啊 在这里散步啊 很惬意啊 我们还去了武汉的东湖 东湖啊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之一 总面积有88平方公里 几天都玩不玩的感觉 我去过杭州的西湖啊 感觉东湖和西湖有一点点相像啊 也有小桥流水啊 烟雨蒙蒙的感觉 西湖的景观更精致些 人文和文化底蕴呢 更胜一筹 东湖呢 有更辽阔的水域 既有湖泊风光 也有茂密的山丘和森林 这两个啊 我都非常喜欢 很难说更喜欢哪一个 东湖湖畔的武汉大学 据说是中国最美的大学之一 我们也去看了一下 只用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入了 大学校园里面 花团紧簇的 真是非常漂亮 名不虚传啊 大学的校园生活 也是蛮丰富的啊 很遗憾啊 这次我们在武汉的时间太少了 下次有机会呢 我们一定会再来的 好好地感受一下 这座美丽的尝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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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